我姓钟 我是一个画画的 我看法是一个国家的资产就是它的地 这个地是用来让我们活下去的 安身立命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不能当作商品 绝对不是商品 它当商品的时候 我们想要安身立命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的粮食 我们居住的环境 必须要靠农地农用 这件事情来护手我们自己的土地 我们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 对啊 进来啊 台中东市高阶里 你如果在这里都开发了 又要做什么 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嘛 政府真的所讲的都 没有在为这个农民在设想 水果打压 稻米打压 什么都打压都要 你看 要怎么走出去啊 我才想都没有啊 我们的水果要卖给谁 这个农民真的很辛苦啦 日夜在做 所出来的 如果说又烦恼三大烦恼啦 第一个烦恼就是那个收成少 价格高谁要买 第二个你销入在哪里 自销 育尔线 第三个风灾 你也要损失 一切都泡汤了 偶遇了 一年又没得吃了 这些农民 所以说这些农民做的真的很辛苦 只要说政府能够说能够为这个农产品东西好好的促销出来 有给农民好的生活环境的话 那真的很好的理想 我小时候是住在壮尾乡下的地方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天地 然后到现在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市很喜欢住壮尾 然后就变成越来越多农舍 然后盖在那边 然后越来越多房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还是希望小时候住的地方能是像以前一样可以 就是农田就绿油油的这样子 然后保持童年的回忆这样 就是可以做休闲的部分 但是就是不要一直盖房子 因为这样子让景观变不好 然后就是虽然房价会变高 但是让景观变不好 然后也给附近带了一些负担 对啊会变乱 我现在是家庭主妇 那我小时候我是在宜兰出生的 那么我对宜兰这块土地 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那么虽然我现在人是住在台北 可是我现在看到雪碎通了之后 宜兰地区这边发达成这种样子 其实早期的那种农村的那种景象 慢慢已经消失掉了 那么在我的印象里 我喜欢早期宜兰的那种纯朴的感觉 那种可以看得到农地 那种那种样子 对 所以我每次讲到说宜兰 我有一个很深的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希望科技再怎么发达 就是说我们还是能够保有 原来的那种纯朴的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现在人应该去努力的地方 我想到什么 我想到是早期 务农的那个田地的那个景象 夕阳的时候看到那个 烟鸟鸟生起的那个样子 那种农家有没有 他们正在务农时的那一份情感 可是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对 我觉得有点可惜 那如果说有人能站出来这样子努力的话 我觉得也许慢慢能够再让我们回归到以前那种景象也说不定 最起码保有我们现在的土地 对 那种农地啊 因为过度的开发是不是我们的农地都没有了 那对他们老一辈的人来讲是很可惜 因为他们那么辛苦去耕耘 拥有那些土地 那开发不是说不好 可是要适度 过分的开发 我觉得已经把那个农地都没有了 很可惜啦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突然会觉得 好像跟小时候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但是也会觉得说是不是跟发展什么是 我们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可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去台北啦 都在都市了 所以我们回来当然是很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记忆中那个绿绿的稻田吗 什么那种感觉那不一样 但是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也是这样因为这样子因为工作机会还是什么 我们也到外地去发展 那是不是家乡的发展也是好的 因为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他们觉得说 其实这样好啊 那大家会来这边土地才会长啊 才会有工作机会什么什么 但是一方面我们回来就会觉得 你觉得每个礼拜都不一样一直盖啊 我现在退休啊 我住台南啦 我有餐啦 有餐地啦 我最后是说一切就是尽量保护 可以保护这样让环境更好 这样其他人没有什么用意啦 没有 让台湾人更容易啊 虞然我感觉保护得不错 所以我都常来这里吃饭嘛 感觉虞然这好山好水 不错 也不可以怎么说啦 就是说比如说假设说 不该去乱规划了 你就乱规划这个 政商 假设说伤人勾结这不好啦 除了其他当然是环境为优先 我住高雄 来这边跑步 来这边跑马拉松 好几年前来这边的时候 跟现在的看差很多了 嗯 到处 好像农地都变得越来越少了 都是房子 对 那个 所以 我支持农地农用 对 防止房地产的炒作 所以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住新北市新庄 职业是家馆 然后那个 我之所以会支持 那个农地农用的政策 是希望说 我们台湾能够保有 就是说因为地景 地景有它原来的样貌 尽量就是 不要太多人为的干预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土地很小 如果说再不专用的这个 就是说因为它有专属的用途的话 变成说 其实台湾的那个景观实际上是很 很混杂的 我们常 从宜兰以前 就是说来这边 呃 旅游的时候 会看到一片大片绿油有的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看到 看到那种绿地还有就是说森林的样貌是保有原来的样子 因为毕竟我们希望留给的子孙的是 呃 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土地的样貌 那如果说我们现这一代人又一直人为的这个去去干预他 破坏他的这个这个原来使用方式 其实 应该讲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这一代的人是 是好像就是以眼前的利益为着眼点 那但是我们希望说 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代的人都会有 都会有过往啦 我们享受的这样的土地资源 能够我们下一代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这是我希望的 能够请政府来推动这个政策 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我是没有实地参与农业的 但是我也是希望 如果说那个乡间能够跟都市有些不一样的话 这才是我们所想要的 我住都兰台东的都兰 那我的职业是手兰 我做手兰部编织还有木工 对然后因为在那边 其实我们那边外来的族群很多 所以房价跟农地一直被吵 很夸张 然后很确定 就是包括我自己听到知道的 就是有很多不是台湾的 是内地的人 他们已经买了 甚至买了山 还有机会来签名一下 对要连锁 我觉得这超重要 就是不要地那么容易买 对他除了要买地的人的话 他之外就是一定是要他 他一定有很多条例嘛 如果不是他本人的话 他今天去借钱或干嘛 他其实帮别人买 所以一定会有人头方面的问题 你对于宜兰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超棒的啊 其实大家都有力量 可是大家都懒 大家都懒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什么事情 然后又怕会有什么后果 对啊 所以一定要有人先 先开始 对对对 带头 然后后面大家就是 因为这个如果改革成功的话 我们没有受 谁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利益 受到利益也是大自然 我们只是让大自然 让它永续更久 然后让以后的小朋友 知道什么是自然 对 所以呢 别确定 亲 vocal 我还不是 permi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